我們剛剛畫的這個是D4的門 畫的是D4的門 那這邊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叫D3的對不對 那D3的門怎麼辦 這時候我們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先把圖塊 我們插入一個D4R 按Enter的話就是依照本來的角度啦 那門的話現在是一整體的 是一個物件 你要把它分開的話 這邊有一個叫做 叫做所謂的分解 這一個叫分解 它叫Explode E-X-P-L-O-D-E 所以你選這邊也可以 或是說E-X-P 然後這邊 E-X-P-L-O-D-E 那我們就可以把原本的東西 把它炸開來 分解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就分解成原本的東西了 這樣知道吧 那我現在本來是90 我要把它變成75的話 怎麼做 有兩種做法 有的人假如說 我堅持說 我這個一定是要5公分5公分寬 那我們就去搬動它就好 去拉動 那這時候這個線條 我們就要先刪掉 我先把它刪掉 那這邊我們先用搬動 M搬動 把這個門框 我們先往這邊搬 本來是90公分到75 少了15公分 那這個門框也是一樣 我們要用拉伸的方式 拉伸上個禮拜有講過嘛 是萃曲齁 用拉伸 這個時候我們把它框起來 有框到的端點才會被移動喔 所以我把上面兩點框起來之後 按Enter 往下拉15公分 這個時候 這個門已經縮小15公分了 這個還是保持在5公分5公分 門左寬來是5公分 接著我們就畫一個圓弧 用我們剛剛畫的方式 起始點 中心點 端點 起始 中心 端點 那這樣我們就畫一個75公分的門 同樣的用鏡射 mi 就是做鏡射 把它框起來 把它鏡射過來 這樣我們就建立兩個門 那這時候一樣同樣用圖塊建立 建一個D3R 然後這個基準點靠這邊 把物件選起來 然後按Enter之後 這邊記得把它刪除掉 你就不用再刪除一次 同樣再做一次按Enter 再做一次我們建一個叫D3L 門柔靠左邊 然後選點 然後選物件 按Enter 然後一樣把它刪除掉 那我們這樣的做法就把它都做完了 那我剛剛在講 假如說你要用這樣拉油的時候比較麻煩 然後我再做一次另外一個做法 剛剛我們的D4R 這個是90公分的門 一樣 EXP 把這個門我們一樣分解開來 這時候再跟各位講一下 如何把門從90公分變75公分的另外一個做法 剛剛我們是弧刪掉 去把它拉小 這時候我們用另外一個做法 這個命令可能之前沒有講過 這個叫做比例 scale 稱為比例 你只要打S就好了齁 你只要打S就好了齁 S就是 SC啦齁 SC叫scale 就是比例 我們要去做調整比例 那我把東西全部框起來 然後選完之後按Enter 這時候他會問我們 我們的參考基準點在哪邊 你隨便任何地方定個點都ok 因為我是要把東西縮小而已 參考點在這邊 對我們來講都沒有什麼意義 我隨便定個點在中間也可以 反正我要把它縮小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我要縮小的比例是多少 你可以做一個齁 用75除以90 試試看齁 那就0點多少 他會自己幫我們算 那我們去查一下距離 打DI DI是做距離量測 我們去量這邊的距離 到這邊的距離 多少 是不是75公分 那有的同學就會跟我講說 老師你這樣縮小的話 你看看我查一下這個距離 這個門走變多少 變4點多公分 對不對 那現在看齁 當我們圖畫完1%再出的時候 這個門 0.4跟這邊0.5 你會分得出來0.4跟0.5 差多少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畫圖的時候說實在 因為我們看的是 主要是看這個符號 那這邊跟 剛剛那個 我們去縮小5公分的話 當然是會有差啦 但是差多少 應該是沒有差很多 那我現在再建一個圖塊 我們等一下把它放進來看看 現在建一個 叫D3R1好了 我這另外一個 還沒有選 D3R1 然後 我們的基準點在這邊 我們的物件 把它選起來 按Enter 然後一樣把它刪除掉好了 我剛剛是沒有選到 重新定義沒有關係 那現在比較給各位看看 我要插入圖塊 然後 這個D3R是之前的 對不對 然後我再插入一個圖塊 D3R1 這個 一樣放這邊 你能夠去 很 我們當圖 縮小很小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我們圖印出來的時候 你能分辨說 這兩個到底差多少 對不對 有差一點點啦 但是基本上 我們肉圓大概很難去分辨 那這樣知道吧 那這時候我們 就可以很快去把門 去把它 建完放進來 那你就要看看說 這裡面有幾個門 現在有D4有D3 那這邊 還有個D1 所以我們的門只有三種而已啦 那D1來講的話 它是多少 D1是200 對不對 它分別一半 就是100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D4的門 去拉一下 去改一下就好了 那這樣 門的建立方式大概是這樣 OK吧 好 那就切回去給你們